照片中的医师 倒在护理站的桌上休息 看起来疲惫不堪 发生惩暴意外后 有台北龙总理医师 两天睡不到8小时 而脸书社团中也po出 桃园医院整形外科医师 齿伟志的照片 照片中他还戴着手术帽 口罩就连拖鞋也没拖 用这么不舒服的姿势躺在桌上 疑似是趁着换药空档 根本还没有时间走到休息室 就倒在护理站的办公桌休息 桃园医院整形外科医师 齿伟志是这次 八仙烧烫伤者的治疗团队之一 设发后每天都守在加护病房 桃园医院总共收治 六名八仙烧烫伤者 其中四个人于加护病房 虽然状况稳定 但尚未脱离险境 照片被po出来 看到的网友都觉得很心疼 也觉得很不舍 不到一个小时 就有数百篇网友留言鼓励 有人说辛苦你们了 你们才是最伟大最强大的人 以你们为荣 谢谢你们为八仙的病患 付出这么多 因为有你们的付出 让伤者可以受到专业的照护 留言中也希望医护人员 在抢救生命的时候 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记者桃园综合报导 我发现了一条 帮助排队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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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